老師您進到我們這個文章 其實我很少寫雲端服務會寫那麼多篇的 最近又要寫一篇 因為我這個雲端服務我現在已經寫了三篇 那因為他最近又能夠跟Photoshop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準備在寫一篇 那最重要就是說以前我們在做去備其實真的很麻煩 不管你用Photoshop或Photointake是要花比較多時間 現在的話真的不用 那他不只是可以去人 現在連物品也可以 東西也可以 那為了讓大家體驗一下 先徵求一下有沒有老師願意到前面來 當然要找現場的啊 有沒有 老師都這麼客氣 你一定要我用一個工具 你一定要我用這種工具 賴組長 賴組長在哪裡 哈哈哈哈 來來來來 啊來來來 你看你看 我最近很喜歡玩這個 哈哈哈哈 不是因為這樣大家比較有感覺對不對 對 走路在那裡來來來來 我們 拉上來一點 這樣 好 那您需要有個夥伴嗎 好 好 那我先站這邊 因為我要操作一下 你看鏡頭 好 準備好了 沒什麼事 就看著他們 拍照 好 一二三 OK 來 這樣滿意嗎 你要先看一下滿不滿意啊 可以可以 好 你看我們這個抓圖軟體還不錯 好按一下我才把它存起來 滿意的我們才可以送出去嘛 對不對 好 我現在存起來 OK 現在我就縮小一點啦 來我們進到剛剛這個裡面了 剛剛在 喔這裡 好 它的雲端服務 這裡 有沒有 點開 那它有兩種方式 一個呢就是 你如果圖片你在網路上的 就用網址 就用網址 那如果照片在自己電腦裡面的 就用左手邊這裡 如果 有一個地方稍微留意一下 我有發現 有些時候你點它 它會打不開 好 那你就在別的瀏覽器 或是無痕模式再打開就好 好 那我們看一下囉 點到它 看一下這裡 剛剛這一張對不對 傳上去 因為這樣大家比較有感覺啦 不然老是用別人的 你一點痛都沒有 你看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還是你覺得 要慢慢的去比較有成就感 你知道我很想哭 你知道嗎 因為我的下一篇就是這個啊 這個啊 阿妹這首歌大家應該知道吧 點過去就唱了 真的 我有跳到那個位置 糟糕 按右鍵 它不能開在這裡 我就直接這樣開 因為我以前真的很認真學VOLO SHOW 好嗎 現在五秒鐘就會打敗了 所以很討厭 有沒有 那它還不是只有這樣 它現在有編輯功能 所以呢 萬一它去的不好 你可以編輯 好 有沒有看到筆刷 就是那個橡皮擦 也可以還原喔 這是筆刷大小 那你如果想試看看 效果如何 有沒有馬上 試一下 如果呢 你覺得我們可以馬上出去玩了 你就點一下 這樣我們就出去玩了 哈哈 當然可以自己選自己電腦的照片喔 好 所以 真的不錯吧 好 那 這裡呢 這個橡皮擦是 萬一如果 去的不乾淨 你可以再擦 如果沒有 萬一去太多 你可以還原回來喔 有沒有 我還可以再還原回來 所以 這個的話 我覺得真的 還不錯 很好用的一個工具 因為在簡報上也很好用啊 好 那你就把它按儲存 儲存之後 老師應該知道會變什麼工具 變什麼格式吧 PNG 對 對 所以這個不要客氣 按著拉進來 好 老師一起來 到這個呢 到老人 有沒有 所以 您用到簡報也很好用啊 這樣 以後 去被 哈哈哈 變比較簡單了 OK 所以老師 你可以參考 那另外呢 如果老師你想要把它用在哪裡 用在就是 一般的物件 也可以 好 你看蘋果 但是一個原則 應該說四個原則啊 第一個 最好你的東西是怎麼樣 完整的呈現在畫面裡面 第二個 如果你有包裝 最好拿出來 然後背景盡量單純一點 背景單純一點 尤其你自己拍的 更容易處理 對不對 背景單純一點 再來就是盡量避免有太硬的陰影 或者是 倒影 比如說像金屬的 還是有些玻璃表面是會反射 那可能就容易怎麼樣 產生 它會不以為那是物件 再來呢 你先不要插入一些LOGO啦 插圖啦 老師自己試看看好不好 你也有網路攝影機 你不要以為我才有喔 你自己都有網路攝影機 請自己拿自己當model 試看看 真的 您如果不好意思 用手機也可以用 好嗎 哈哈哈 你手機的相機有美顏 對不對 拍好了 直接雲端服務 傳上去就好了